好來 哈囉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 大家好 來 經理 今天要介紹的車款呢 經理特別的熟悉 因為經理之前也是 Big Tita 的車主 開了大概兩年左右 這台車非常的好開 那NA的話 當然啦 動力稍微就是一般帶不還好 經理之前是開渦輪的版本 覺得動力還不錯 這台車基本上最大的賣點 就是它的車室裡面的空間非常的大 那至於操控的話 我想就不是這台車所擅長的部分 因為這台車的市場定位 它並不是把它鎖定在比較偏向性能車之類的 所以它的底盤呢 就是類似一般的小車一樣 前方的話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後面就是一般彈簧跟筒針分開的拖曳幣系統 所以後方的懸吊系統很簡單 那好處就是日後的維修成本比較低廉 缺點呢就是它的後走的操控性 可能就沒有像多連桿的這些車款呢 來得那麼樣的犀利 那這台車的前面避震器長這個樣子 這種的上座設計 是從Nissan的車系 是從跟雷諾車系合作之後才有類似這樣的設計 所以這個上座看起來 也很像那個時代的雷諾的車款 都是做一個母孔的設計 所以像這個上座 KT就有附新品了 那這台車還有一個狀況就是 它的前檔玻璃的下方就是這個避震器 所以這個避震器的上部啊 建議車友啦 如果有改霜之後的話 它的軸心上部呢 記得要保養一下 它原來應該也沒有這個蓋子 這個也是車友後來再加霜的 所以裡面的話 比較容易會有積水生鏽的狀況 所以如果很愛車的車友 建議大概三到六個月左右 我們配一點高狀的耐高溫的黃油 來保護一下軸心的上部 這個是一個麥化成的懸吊系統 那這個的設計啊 它本來是一個母孔 然後附一顆螺絲 KT的設計的話 就變成顛倒過來 會是一個螺絲 然後會附一個螺帽 就可以做一個簡單的安裝 好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前面的部分 後方的話可以看到它的彈簧 其實還蠻短的 所以KT的設計是設計 一百七十長五公斤的規格 就是給這台車 Big Tita所專用的規格 上部的橡皮的話 它還蠻厚的 這個零件跟新款S-Trail T32還蠻像 這個零件的話 就不需要使用 因為這個零件的厚度的話 比較厚 配上一百七十長五公斤的話 如果車主的話 是想要降的比較低的話 可能就不太夠 所以這個零件 就不需要使用 可是下橡皮的話 是需要沿用的 好 這台車就還好 這台車好像也有漏油的狀況 禮拜一 這個禮拜一 我們好像有安裝一台 Big Tita 那一台漏油的比較嚴重 那這一台的話 就有一點盛油的狀況 這個後方的拖曳臂 其實也不見得 它在操控性上就不好 像是HONDA的話 之前有一台Type R FN2 它後方也是拖曳臂的系統 但它的阻尼 還有整個連桿的一個橡皮的設計 就偏向比較近跡一點點 所以在國外的賽道裡面的表現 也還不錯 但是Big Tita 它像這樣阻尼的設定 它做的比較柔軟比較舒適 所以舒適度的話是還OK 可是要論操控的話 原廠可能就有改善的地方 好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 KT安裝好的樣子 先來看一下它車室裡面 有做了一個維修孔 那維修孔的部分 可以很簡單的 在打開之後 就能做一個軟硬度的調整 你先借我過一下 在這個地方 可以從這個維修孔打開 這個室蓋打開之後 就可以從這個地方來做軟硬的調整 這個是Big Tita 在維修或者是在調整的時候 還蠻方便的地方 那在這裡的話 KT的設計 這個從以前經理為這台車專用之後 就做了很多的一個特別的設定 這個防塵套 都比一般坊間的改裝品牌還要來得長 那來得長的用意 就是希望能夠保護這個銀色的活塞感 因為這個活塞感 如果我們在行徑當中 你看這個內格板的話 它有很多的沙塵 我們在滾動的時候 它沙塵或者是碎石 會噴溅到軸心 如果軸心的表面有受損之後 它在做往復運動的時候 就有可能會把筒身裡面的油 阻影油 一點一點的帶出來 那就會有漏油 像剛剛那樣子原廠會有漏油的狀況 所以這個活塞感的話 是需要保護的 那一般的防塵套 可能它只有辦法遮蔽 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之類的 但是KT的防塵套 它能夠全部照住最需要保護的軸心 所以它的防護的效果 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這裡後面的彈簧在這裡 後方的彈簧在這個地方 那上方的話這個機構 是在調整車高的 所以KT的設定是高低也能調整 軟硬也能調整 所以比較全面性 像前幾天有 有車友有詢問這台車 那請經理比較說 KYB的藍桶 或者是KYB的白桶 跟KT的比較 但其實這個比較的話 它是不太客觀的 那因為KYB的系列 它比較屬於原廠的加強版的阻尼而已 它對軟硬跟高低 都是沒有辦法像這樣 隨心所欲的去做調整 那像後方的調整 這種High Low Key的結構 有一個特別的重點 就是我們的筒身 這個筒身 這一次調長調短 它的車高是不會改變的 如果要改變車高的話 是要調整彈簧上方這個調整機構 這個筒身調長 或者是調短 它只能來決定彈簧的預載值 那這個彈簧的預載值 只要3-5mm而已 千萬不能把筒身縮得太短 把彈簧預載過多 那糟糕了 這台車一定會不好做 所以這台車 這個是一個小小的安裝的技巧 再請計師或者是車友 有不論是不是安裝KT 都需要再留意這一點 那前方的話 是配置兩百長六公斤的彈簧規格 前面的話在這裡 上座的話在這個地方 它有兩顆螺絲 另外一顆螺絲 是藏在這個 泥桑也很貼心 這裡有做一個維修孔 這個打開之後 連桿插進去之後 就能夠拆得到避震器的上座的螺絲或螺帽 那處理的調整 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就可以了 軟硬的話 左邊跟右邊 記得喔 一定要做對稱 就是段數都要一致的 那這台車下方的結構 有一點點小複雜 譬如說這裡有 煞車油管的固定架 這個都是專用的規格 這裡有ABS感應線有兩個固定點 這裡有離載串的固定點 離載串的話 如果車友們是改裝KT的話 不需要再多花錢 改可調式的離載串 改強化的離載串 直接用原廠的離載串就好了 原廠的品質相當的不錯 這個離載串的話 是消耗品 那如果有可能 我們開了10萬公里 8萬公里之類的 離載串壞掉的話 也不需要再多花更高的費用去改 改裝或者是可調式的 就用原廠的 或者是用原廠規格 可是是副廠 比較便宜的也可以 所以日後 裝了KT 日後再維修的部分的話 就會比較簡便一點點 前方的這個系統 它是賣花層 所謂的賣花層 就是我們不只是在坑洞處理的時候 它會負責吸附彈簧的晃動 在轉向的時候 避震器還蠻辛苦的 它還會跟著旋轉 所以在安裝完畢之後 這個調整高度的 銀色齒輪狀下方這個托盤 記得要把它鎖緊 要把它敲緊 它才不會行駛中鬆脫的話 就會有一個敲起的異音 所以這個是安裝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那今天的車高會鎖定 大概在三指幅左右 就是如果以這台車來說 這台車是沒有裝SR大包 那如果SR大包的話 最低的極限也大概是三指幅 因為再低於三指幅的話 經理有開過很多的一個 像百貨公司的地下停車廠 或者是很多的一個坡道 前下巴的話就很容易會磨到 所以這台車大概啦 比較建議的車高降低幅度 三指幅雖然聽起來是很高 但這台車後方的話 如果改了2154567 大概會接近一個拳頭的高度 還蠻高的 所以降低大概剩下三指幅 是經理個人比較推薦 這台車的車友 來選擇的一個高度 那如果啦 對剛剛經理所介紹的 有疑問的地方 可以私訊我們小編 那如果有想要試乘看看 那個體驗看看KT的一個乘坐的感覺 也可以跟我們聯絡 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謝謝 謝謝